人群30在上海能吃到什么 今天就找到了近百年的老上海生煎 并且近几年连续获得米其林推荐 大湖村作为老牌上海餐饮 并且是经典上海美食 为什么我才过来 知道是早就知道的 并且也来过 不过当时就味道而言 还是让我比较失望的 今天来的也算是比较巧 一锅生煎 冒着热气刚出锅 如果这样的味道还是不行 那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来了五个生煎 一两鲜肉 一个鹅干 外加一份小馄饨 这小馄饨不错啊 算是额外的惊喜 看着平时包馅大的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汤底也很简单 一点猪油 一些葱花 淡是淡 不过很鲜 小馄饨更是没得说 Q弹有韧性的外皮 外加紧实的鲜肉 怎么感觉这一碗不能够满足我呢 本来是想要它当配角的 可是小馄饨说了 实力不允许啊 原味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鲜辣粉 那就加点醋 看看怎么样 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不过原味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 不用改变了 今天的主角是生煎 这造型都是蛮独特的 纸的上面 底是平的 刚出锅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这才是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光发面的外皮就很香 一股面香味 底仅管很薄 但是也是比较脆的 都说大湖村的生煎没有汁水 但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多少还是有一点的 比如说这次的味道 比之前不要好太多 之前是凉的 光面皮都有夹生的感觉 这大颗的肉馅 看着就香 放到一块一起下肚 香 孩子是刚出锅的 一个接一个 根本停不下来 鹅肝的要10块钱一个 都是一个一个卖 造型跟鲜肉的正好是反过来的 不过这个是凉的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完了 先不说味道了 因为是凉的 就感觉面都是夹生的 难怪啊 凉的不行 又回到了之前来的感觉 鹅肝倒是清晰可见 给了三小块 不过因为比较凉 能吃出来一些腥味 我是看出来了 要想吃到大湖村该有的味道和水平 孩的是刚出锅的 那么真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 谁又能保证每次来 都能赶上刚出锅的呢 不过这次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又是吃饱和煮的一天 让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